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昨天表示 他将与中国官员探讨由美国主导的开发机构 与中国新成立的基建银行共同合作的事宜 金庸表示如果全球的多边银行 包括新成立的多边银行 能够结成联盟共同合作 所有人都会受益 金庸计划下周在世界银行春季的会议上 和拜访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讨论这个议题 不过目前美国华盛顿方面 依旧提醒各国认为亚投行 在借贷与项目开发等方面都需要高度的透明